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最前一則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我現在人站在民雄鬼屋特展的門口 感覺很詭異很陰森喔 但我接下來要講的故事呢 是我在2019年真實到民雄鬼屋 採訪時所聽到的故事 我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改編真實故事 說給你聽 大家好我是許老闆 這是發生在我開咖啡廳時 聽到民雄鬼屋的兩個故事 那其實我在這個民雄鬼屋旁邊 開咖啡廳也好一陣子喔 坦白說我自己是沒遇過什麼奇怪的事情 但是聽過或看過倒是不少 其中一個呢 是因為民雄鬼屋是一個相當知名的景點 可以這麼說 所以有很多的遊客回來 還有很多的法師會組團來打怪 怎麼說呢 就我個人的認為 我會覺得他們很像是來這邊 說這邊有很多的冤魂 百年來被困在這 所以我來這邊把他們全部驅離 讓他們可以回去歸西成佛 然後就是讓他顯得這個老師很厲害 所以這種組團打怪老師很多 有一次我就看到門口又有幾個信徒呢 在那邊等 沒多久一台雙B的車子停下來 然後老師就走下來 是一個中年的微胖的一個老師 下來之後呢 所有的弟子都很恭敬喔 老師老師你好 平安平安 他們就進去了 有去過民雄鬼屋的人應該知道 民雄鬼屋的大門到這個裡頭呢 其實不遠 走一下就到了 他們就在裡面開始做他們的法會前資作業 那他們的信徒也跑來跟我說 能不能點幾杯咖啡 我記得要點六七杯拿鐵還什麼 那我就開始做 做完之後斷著盤子過去給他們 我一過去的時候我整個傻掉了 因為他們在現場把這個樹林啊 樹枝那邊都拉起一條條的五色旗 上面寫滿了經文 然後現場呢就放很大聲的這個 念經念咒的音樂 老師已經換上道袍 然後拿著這個劍 念他的咒念他的經 然後在那邊開始吐這個米酒吧 在那邊做一個驅邪施法的動作 那我看到之後呢 我就過去嘛 我也不敢再往前走 還怎樣我就在那邊等 旁邊有一些師姐呢 正在燒紙錢 他看到我之後呢 馬上站起來 然後就把咖啡端走 跟我說謝謝 很巧的是喔 就在老師看到拿鐵咖啡來的時候呢 就說喔 這個法師告一個段落 大家可以休息了 然後隨後呢 他們就拿粽子出來分給大家 邊吃粽子 邊喝拿鐵咖啡 然後搞得我覺得這個現場 跟營火碗會差不多 不過好的是 他們結束時 也把東西全部收乾淨 要離開 但那個時候呢 也差不多入夜了 我還記得 我有過去幫他們拍一個大合照 就背景是民選國 有幫他們拍照 然後法事圓滿結束的 拉這個紅布條 但很怪喔 都已經晚上了 他們都還沒離開 因為他們掉了一樣 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那個老師 他雙B車的車鑰匙不接 他們現場就開始在那邊找 你要知道說 入夜過後的民凶鬼屋是很暗的 而且蚊子比鬼還可怕 那時候是夏天 他們被蚊子咬到受不了 也沒有智慧型手機可以打開來 手電筒找 他們只能摸黑不停的找 其中一個師姐又跑來找我 跟我說問我有沒有萬金油之類的蚊子藥 我還拿一個給他們 他們去查 他們整個團的人都被蚊子咬到很慘 後來鑰匙找到了 掉在哪裡 就掉在一開始民凶鬼屋 他們下車的車門口輪的地上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到底是你來超渡這些好兄弟 還是好兄弟在超渡你呢 第二個故事喔 是我們民凶鬼屋嘉義民凶那邊 附近有一個很大的遊樂園 那有一陣子呢 他們是請來了很多漂亮的姐姐們 來這邊跳舞 從泰國請來的 那當然你們應該就知道 他們就是人妖 人妖表演秀這些 這些姐姐們有時候會下班 然後他們就會來附近遊玩 又會來到我的咖啡廳 那第一眼看到說說真的 皮膚很白 然後尚圍屁股腿長 但是他們一開口講話 那個聲音就是很粗糙沙啞的聲音 而且都會有猴結 那久了也習慣 他們很常來喝咖啡 喝完咖啡他們就到旁邊的民凶鬼屋去 那我跟他們用簡單的英文啊 稍微聊一下說這邊是什麼東西 他們很有興趣喔 感覺好像泰國對於神跟鬼 並沒有像我們台灣人這麼的畏懼害怕 他們就去參觀 結束之後就回去 但是在過了幾天之後 他們那些姐姐們又來了 跟我分享說 他們那次去玩鬼屋回去 他們撞鬼了 有一個是說 他在睡覺的時候呢 感覺到有人從他的腳背 摸到小腿 近骨 膝蓋 到大腿內側 那一開始他還以為是錯覺 半睡半醒的時候 換個身子然後就轉身繼續睡 但那種被人家吃豆腐的感覺呢 非常明顯 他才知道說真的遇到不乾淨的東西 後來他跟他別的姐妹講 他們姐妹也說他在洗澡也遇過 因為有時候如果後面有站人 或者是你在幹嘛的時候 旁邊有人在看你 你會有種感覺嗎 你會說欸你幹嘛看我這樣 他說他在洗澡時 他一直覺得旁邊有很多人在看 但周遭根本沒有人 但更怪的事情 是這些被騷擾過的 他們的小費都特別的多 很奇怪喔 就是被騷擾過後 他們的表演完 他們的這個塞的小費 都比別人高出很多 高好幾千塊 所以就變成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是事情傳開之後呢 這些姐姐們 只要放假的 一定會來我的咖啡廳喝咖啡 喝完之後 他會跟我們店裡面借那個 絆豆圓形的大桌子 你就看到一個女生 雙手夾著 很有力氣這樣扛著 就到了旁邊的民雄鬼屋裡面 去拜好兄弟 然後拜完之後 他們就很開心的回去 回去之後他們再回來就有說 這些敗過的都有被色鬼給吃豆腐 而他們的業績都特別的好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我是許老闆 這是我在開民雄鬼屋咖啡廳時 所聽到兩個比較印象深刻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可以假想一下 假使你在家裡面 那群好兄弟們 明明在家裡看電視 主菜睡午覺 忽然跑進了一群人放音樂 然後說把你們帶去極樂世界 你們開心嗎 也許那些好兄弟根本住得好好的 但是三不五時就被這樣子打擾 難怪到時候他們會這樣子整他 第二個是這些姐姐們呢 不是被色鬼給騷擾嗎 我比較納悶好奇的是 當這些姐姐洗澡到轉身 或者是這些色鬼摸到了他們 男性的特徵時 不知道會不會被嚇到魂飛魄散 民雄鬼屋的傳說相當的多 我這邊簡單講兩個 第一個是被廣為流傳的就是 以前民雄鬼屋叫做 劉家古厝 是一個劉大爺他去蓋的 在那個年代可以堪稱是豪宅 那劉大爺呢 本身在底下有很多的長公 還有丫鬟等等 那其中呢 他就跟一個丫鬟產生了感情 從曖昧慢慢的變成生米煮成熟飯 那也被夫人知道了 那有一次劉大爺出去工作時呢 一陣子沒回來 這個丫鬟就被夫人給極盡折騰 冷嘲樂諷甚至虐待 受不了之下 在劉家古厝前面一口井 他就這樣子投井自盡 那過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這個丫鬟變成了厲鬼 三不五時都出現在這對夫人的床邊 瞪著他們 他恨夫人為什麼要這樣虐待他 他也恨老爺為什麼沒有救他跟幫他 後來他們一家人嚇到 趕緊連夜搬走 才變成現在的民雄鬼屋 第二個故事跟國軍有關 這是在1949年 那個時候的國軍呢 在嘉義民雄那邊有駐紮軍營 常常會到民雄鬼屋這邊做一個紮營 並且做一個操練 那有一天晚上他們紮營的時候呢 他們的連長還是營長的高官 到新中國小那邊跟他們校長串門子 聊聊天 沒多久突然間有個小兵衝進來 結果說報告 就是CSA說睡覺的時候呢 發現外面有一個黑影 說民雄鬼屋裡面鬧鬼了 後來這個連長呢 一氣之下呢 就說無稽之談 哪來的鬼 叫人家牽個電線跟電燈 開了個燈 讓這邊的軍營兄弟們不要因此就是嚇到 但沒想到他自己回去的時候呢 還真的看見了這個黑影 就加上剛剛有說這個鬼的傳說 他一下之下 馬上掏槍就閉了下去 但沒想到 那是一個準備起床上廁所的小兵 在這個劉家谷錯裡頭的牆壁上 還留有當時的彈孔 而鬼事情也就這樣子不進而走 傳開了 其實民雄鬼屋的鬼屋式傳說呢 還是相當的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查 或者是你是當地人 你有聽過什麼 你聽過的民雄鬼屋也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來討論 好啦我是錯別子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無故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現在有一個好消息 告訴你免費抽門票 只要到錯別子賴正凱的粉絲團 置頂的貼文留言底下 去留言說 你想去民雄鬼屋叫一叫 你就有機會抽到兩張門票 限量五位而已喔 民雄鬼屋特展裡面的 橙色跟擺飾呢 全都是沿用民雄鬼屋的電影裡頭的東西 就是要你進去看一看之後 測試你膀胱有沒有靈 想要宣洩壓力 想要減肥 想要減肥 沒錯這個你應該有聽過吧 我有聽過 對它就是一個 多辣妹會做的 沒錯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 對 想要健身 你沒有學生做到兔之類的 沒有做到兔啦 其實不會 所以你可以自己控制小兔 想要認識運動 來去Check in頻道 週五晚間六點 週五生男女 錯別字賴政凱帶你一起動一動